嗨,我是小金 今天是一期聊天像的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下来在康奈尔大学读大二的安排 然后回答之前在微博和B站动态里征集的问题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先戴一个美瞳 因为最近就皮肤还可以 所以我就用SK2的这个CC霜 就是它是防晒格力二合一 然后还带一点颜色像粉底一样 已经快被我用光了 我是在康奈尔大学读大二 然后是酒店管理专业 因为这个疫情嘛,就是没有办法回美国去上学 学校就比较好给我们推出了这个Study Away的项目 让中国的学生可以在国内的七所大学去读书 然后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去了清华 然后大一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去北大 像我这个专业还有一些工院的工科的专业 我们都是去上海的交通大学 至于为什么酒店管理要去交大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像一个失败了的小路班笔变异了一样 但是就是我们的学费还是付康奈尔的 不到三万美金一个学期 住在那个校园里 就是跟其他交大的学生一样去过这样一个校园生活 然后呢可以在交大或者说如果是去清华北大 在那上一到两节他们的课 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交换生的项目 但是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国内的大学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接下来是我这个单眼皮肿眼泡的必备 就是加睫毛这样显得我眼睛大一亮 就先来回答一下在B站上点赞最高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问我是怎么写日记的 怎么坚持写日记 大概什么内容值得写在日记里 我是从2011年的11月开始写日记的 然后坚持到现在就差不多快九年了 我那个时候就小学五六年级 然后写日记有的时候就是写一句话 后来字就开始越写越多 然后尤其是健身 然后开始注重饮食 注重就是身材之后就会写吃了啥 我运动运动了多久 然后运动了哪些项目 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写我今天都学了啥 然后做完了哪些作业 我觉得日记因为本来就是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怎么写 写什么 写多长 其实都无所谓 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抒发我自己感情的地方 每天晚上写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时候 如果这一天我就是比较浑浑噩噩过去 写日记的时候发现我这一天是这种状态 那我基本上第二天就会比较有干劲 然后多做一些事情 先这样一会眼妆的时候再弄 就我是有一些黑眼圈 但更主要的是我的眼睛会肿 就是早上肿 然后晚上就消肿了 用的是之前买的这个IPSA的三色遮瑕 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上网课怎么保持效率的 然后遇到peer pressure是怎么调整心态的 我特别喜欢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高校的人 其实上网课的时候就是都已经在家里了嘛 我就觉得能用一个小时做完的事情 绝对不花两个小时 拖出来的那一个小时躺在床上刷B站 或者出去吃个什么多好呀 就不像我之前在村里的时候 哪怕我提前把作业写完了 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 然后peer pressure的话 我觉得我的老粉们 你们可能知道我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跟自己做纵向比较 不要把自己跟别人去做横向对比 如果你听过我这么说 可以在弹幕里扣个1 纵向比较就是说 把自己跟一个月一年 或者更久以前的自己去做一个时间上的比对 你就会发现说 哦我原来改变了这么多 然后变得更优秀了等等等等 然后横向比对呢 是说把你跟你身边其他的人 去在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去比 我觉得这个就是 适可而止不要过度 因为他们在过去付出了什么努力 或者说他们在现在付出了多少努力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是你自己有多努力 嘿嘿我的一点点到了 我好开心 还是熟悉的味道 定妆的话呢用的是这个 谢谢完美日记送给我 他们新出的语段粉饼 这是和李佳琪共同合作的 据说前后改版了五次 真的是很用心做的一个产品 它主打的卖点是补妆 但是我觉得用它定妆也完全OK 它的外观颜值也很高 带出去特有牌面 里面是有一个粉铺和一个有压纹的粉饼 我先上半边脸吧 上脸之后就非常的细腻服贴 相机稍微有点吃妆 我就用前置给大家看一下 就单看眼下这一块的这种小毛孔 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都一下就消失隐藏不见了 夏天我虽然是干皮 但是我的这个T区就还挺容易出汗出油的 像这个粉饼就是很小 然后又很薄 就特别轻松就装在出门的包里 和朋友吃完饭之后 就大家坐那补妆 就把这个拿出来 感觉是一个颜值和功能兼具的补妆神器 我之前是没有用过粉饼的 完美日记的这个完美的 满足了我出门补妆的一个需要 还有三个色号 01象牙白是适合白皙皮肤的 然后02号自然白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适合自然的肤色 然后还有一个03号自然色 适合健康的肤色 我尽量找一个跟刚刚半边脸上妆之后 差不多的一个角度 看到我整个脸就真的像 开了那种磨皮柔光特效一样 就哪怕是用前置自拍 用完美日记的这个预算分别 也完全靠得住 接下来鼻影 还是我一直用的这个牌子 就是我是一个脸很圆 然后鼻头也非常圆的 这样的一个五官 所以我就喜欢把我的鼻子 稍微的修的就是小一点 B站上点赞 第三高的问题 是问我的感情观 爱情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这个东西了 就是我觉得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那我们就谈一谈 然后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了 或者说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那我们就分手 就好聚好散 但是呢分手之后也不要做朋友 友情的话就是在我心里 就是有那么一个小圈 就有那么几个人 就他们是我真正的老铁 无论如何都会一直支持我 然后就风雨兼程的那种好朋友 剩下就是因为上学呀 或者各种各样的机会 认识不同的 有一些志同道活的人 就是跟一个人在某方面聊得来 那咱也就是好朋友 下一个高光 我是先用MAC的生姜高光 下面来回答微博上收集的问题 最高赞是问我有没有肩过纸 我一般就是弄颧骨 就这一块 就是一个C 我没有肩过纸 我跟肩纸最类似的一段经历 应该就是去法餐厅端盘子 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算实习 因为我是去积累经验 不是去赚零花钱 然后那个我也是在高三之前的暑假去做 再从这边用手指弄一点 重点是我两个眼睛之间的这块山根 因为我这就没有 鼻头我就不会弄了 减弱一点它的存在感 然后我发现一个就是 圆脸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有肩下巴的一个方法 多往下巴上打高功 我是在看我之前录不同视频 画那个妆发现的 就是我这如果高光稍微打一些的话 我只要一笑 就或者什么 就这个地方就亮 然后一亮就觉得它就很尖 微博上点赞第二高的问题 是问有哪些好的自律方式 那我就边画眼影边来聊这个话题吧 我承认就是我在身边朋友 或者说家人亲戚的眼里 都觉得我特别自律 我先用NARS这个盘做一个打底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就是大地色 适合让我给我的眼睛削个肿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想清楚 你的那个自律到底代表着什么 就是因为对每个人自律都不一样 就可能对现在这个阶段的我来说 我觉得如果我能每天 雷打不动的读一个小时书 那简直就是自律的巅峰 所以如果要找到一个好的自律的方式 就得先想清楚 为什么要自律 就是你想通过哪种形式的自律 然后达到什么样的改变 用下面这个颜色 我其实不是特别会画眼影 就是我只能尽量的让我的眼睛看起来不肿 然后带一点比较可爱的颜色和闪票 我觉得想明白这个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 但是如果你想通了你就只要去做就行了 我画眼影其实要花挺长时间的 因为我要就是琢磨 就请大家bear with me 接下来用这个经历盘 我先选了rosie sunset这个颜色 就是画一下眼尾 微博上点赞第三高的问题是想知道我成为一个vlogger的全过程 这个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有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高中毕业的时候觉得我有毕业典礼 然后有毕业舞会等等 我其实就特别想把这些很珍贵的回忆都给记录下来 我之前其实点开b站只是为了做美丽芭蕾的天鹅b 从来不会去看b站上面的视频 在有一次我就看到b站首页给我推荐那种国际学校的school tour 然后我就去搜我的学校还没有人做这个 我就想那我做一个应该也蛮好的 这样以后我想念校园的时候就也可以自己看 然后用为这个金色的细闪的颜色来提亮一下眼角 还有眼下这个卧蚕的位置 我就在做视频的这个过程中 获得了全新的一种就是成就感 当你录完就是那些素材 那些那么多短的视频片段之后 你要把它整理好剪辑好 然后再配上音乐 最终成为一个视频的作品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把一个东西organize 就整理好的过程 然后就坚持做下去了 就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过程 就做vlogger 然后因为我的记性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保留回忆的人 所以我才会记日记嘛 但是vlog就是比你拍照PR或者你录在手机里的那些视频 都会更生动的一个形式去留存住那一份回忆 我基本每次画眼线都要擦擦画画好几次 涂口红吧 一会再涂腮红 让我这个脸看起来有气色一些 腮红是之前买的Hourglass的这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四个颜色在脸上会有啥区别 我就挑这个 我看那种美妆视频说圆脸就是你横着图 在视觉上会缩短你脸的这个宽度 戴个耳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